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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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不小心還是回到畫廊本職 我很多重要的大客戶 都是畫廊這邊引進來 畫廊博覽會 藝術博覽會這邊窗口引進來的 這個證明一點 就是說你在一個畫廊裡辦一個展覽 你可能一個好的展覽 兩三百人大概差不多了吧 但是你到博覽會來 他有三五萬人以上 對不對 你說08年的七萬五千人 那是因為米勒展 我覺得米勒展讓台灣的觀眾 突然之間對看畫有了莫名的那種感覺了 然後現在好像藝術已經變得時尚了 我們碰到很多不同環境裡 包括演藝界的一些朋友 現在也開始喜歡精品界的 精品界的 銀行界的 銀行界現在特別多 叫這個理財專員來上課了 以前是VIP客戶上課 現在是理財專員上課 為什麼 因為理財專員走到客戶家裡 要推廣這個金融產品的時候 他發現走進去客戶很期待 稱讚一下大牆面的那張照物集 結果那個理財專員沒反應 這是什麼看不懂 對不對 就好像這個 這個 這個VIP客戶覺得很沒趣 你知道嗎 所以他的這個金融產品也沒辦法介紹 所以後來他們發現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到人家家裡到了豪宅 沒反應這個事情是很這個 對吧 好像人家請你喝紅酒 結果一喝了也說 哎呀真解渴 這個 結果 結果那個那個收藏家就跟他太太講 下次這個人來我們開200的就行了 浪費 對不對 所以這個 你到人家家裡沒反應這件事情 太嚴重了 所以現在弄得 好像很多人都想來博覽會看一看 那麼人數就越來越多 所以這樣子的影響 所以耿小姐剛才暴露了一個消息 她很多大客戶是在博覽會裡面認識的 那麼這件事這個事情的背後 我覺得也有一些讓大家省事的 那這麼說 你這個畫廊來這個博覽會租個攤位 你只是想要賣畫嗎 你只是想要賣畫嗎 假如你的企圖心只是想要賣畫 那你呈現出來的攤位吸引不了大客戶 不是嗎 所以這個裡面就很有趣了 那為什麼大畫廊要往外走 大畫廊為什麼要去參加國際的博覽會 大畫廊為什麼要在博覽會這個重要的五天當中 呈現一個非常壯觀的 是一種這個對畫廊會 會漠然產生崇敬之心的那種場面 那種場面它不見得是要賣那裡面的東西 它是事實上那個場面已經讓一些藝術圈裡的大廠家們 已經看到這種呈現已經心裡的那個潛意志 已經開始相信它 所以你會看到這幾天站在台上的畫廊接引者們 他們都有一種迷人的魅力 對吧 上面那個林明珠小姐 你看她說她每天沒有時間睡覺 每天在忙 然後但是你去看她的畫廊裡面 她有這個彰環的東西 但是她也有設計類的東西 我們現在看到設計類的design art 好像跟contemporary art已經不分界線了 那麼都跨界過來了 那麼我在想很多的這個畫廊的經驗者 他也會走的先前一步 因為他會營造出來一個感覺 讓藝術圈裡的大廠家先佩服你的這種呈現 所以我覺得博覽會不見得是要賣東西 而是呈現一個畫廊經營者的藝術創作風格 每一個畫廊去挑藝術家 這個其實講這麼多其實在問耿小姐 就是說 假如這個畫廊經營這麼多年 他的那塊招牌被插亮了 然後他呈現的是一個 可以讓長家佩服信任的那種磁場的話 我們說高頻正向能量對吧 那麼這種高頻正向能量給人的感受 其實是從負責人所創作出來的 每一個畫廊的風格其實就是負責人的藝術創作 你不覺得畫廊老闆的畫廊就是他的藝術創作 那麼他的藝術創作裡面 他挑的所有的藝術家或者藝術品 都是他藝術創作這個畫廊裡面的一部分 那麼他假如可以營造一個氣氛 不管畫廊老闆從他細節手上拿的包 對紅酒的品味 對這個買房子的這個高明的投資技巧 對這個生活的理解跟認知 對看保來百老會劇聽音樂看看電影的這個高明的 敏感的理解度 他都會說服這個大長家信任他 而突破了第一個高頻正向能量的barrier對不對 然後他突破了以後 他就完全的臣服於這個藝術創作的氛圍 然後說你覺得哪個藝術家比較好 我也買一張吧 你要知道前面的鋪墊是比你擺個攤位來的重要 我認為畫廊老闆要活得讓一般人羨慕 崇拜 然後來到畫廊可以吸取薪資 可以對人生生活有一個更深入的體會 那個時候他才會跟他買東西 謝謝 黃老師您這個 我以為是哪個學生 抬舉我抬舉我 黃老師他有一些 我這是最近的體會黃老師 我以前我也在學習 我也在學習 我每一年的博覽會都想要帶著導覽 這個朋友去看看每一個畫廊 但是我後來理解了一個問題 我說有的人 為什麼他急性賣東西 急想賣東西 結果一直賣不掉 有的人都不想賣東西 我都不賣 我都不賣 對吧 抱歉 沒有你的份 因為排隊的馬先生 曹先生 林先生 王先生 都在排隊 都在排隊 那麼假如這件東西有五個大企業家在排隊 對 那你衝進來就想跟我買 先把那個鞋子跟包換一下 你有沒有感覺到這種氛圍 所以我覺得國際上的一些大畫廊也是一樣 他會熱情的接待每一個人 但是不見得每一個人能夠買到東西 這讓我覺得我小時候 我去逛古董店也有這種感覺 所以我這樣講對不對 跟歸音小姐 剛才你提到空間的重要 畫廊硬體的重要 對吧 你要呈現的氛圍 那事實上 藝術已經不是平面的了 已經不像以前的大未來 以前的大未來 一張藏譽這麼大 現在好幾千萬 牆面不需要太大 對不對 但是現在你可能是一個 300號 對不對 300號 然後又要有這個電子錄像 投影多媒體的這種呈現 所以 整個這個硬體的設備改變了 新的長家進場了 這個 但是當然要講到的是二代接班的問題 就是台灣終於有畫廊二代接班 這個是我們在亞洲比較驕傲的 對吧 就是說 父子輩已經建立了一個磁場 一個一個具有高頻正向能量的空間 二代 是非常幸福的來到人世對吧 接了父母這麼好的一個一個舞台 其實他們也有壓力 他們也有壓力 所以 像在座的剛好您 有二代接班的問題 除了那些硬體的之外 你對二代有沒有在用 簡短的時間 你對女兒的期待 是什麼樣子 你開了這個新的這個內湖的空間 一定是為了二代繼續往下走 您 您就別關了 喂 說到二代是勢必的 因為我一直回到我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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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傳統產業的年齡這樣子 所以這個二代的期許大事 二代他優越於我們就是一個是語言 還有他的一個行動力 那青春嘛 就是窗 想像無限嘛 是不是 那每一個時代 就像我們在看藝術家一樣 每一個時代 有他每一個時代的一種現象嘛 是 那那個到了二代 他當然是跟現在的 你比如說年輕的藝術家 現在 我他們看到我先好像是 先跟姐好 然後覺得很快的自動就退出去了 就沒有第二句話了 那那那你看看我女兒跟他們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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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在講話的那個那個那個 在談話的天哪 那簡直是另外一個世界 對我來說是另外一個世界的 一種交交談方式跟語言 包括最近有人逼我說要上Facebook有沒有 我說算了吧 那個那個算了吧 我我我現在很了不起 能夠傳簡訊就很厲害了 這個所以說是二代接班的取取 就是說 我能夠有這個空間也是為他做一個準備 也是一個趨勢 也是一心想要國際化 因為剛我談到其實現在整個已經 收藏家已經到處跑了 他們也是跨國企業了 是 然後現在的教育都是 都是哪個國家專業回來的 所以所以我 我覺得就是說二代這一塊跟他們來講 是很快的一個進入一個狀態 所以他們的溝通也是 但是我們這個價值觀上比較接近一點 所以我對二代的取取是希望他能夠 大概是一個更專業更國際 這個就是我辦不到的地方 屬於國際化這一塊 謝謝 客氣 客氣 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到 耿小姐的女兒 我就回想以前古人說的 窮養兒子 富養女兒那個道理 我覺得你調教這個女兒實在是 調教得很好 大家都稱讚 真的是優秀 大家歸秀 然後對於生活的品味也是一流的 所以富養女兒是很重要的 你站出去對吧 會被這個 門當戶對的這個爺們看上 等一下我抗議 我抗議 這個有點差題 這個到底我們今天主題是什麼 主題是 我們今天主題是談幫 還在談時尚 還在談教育養女兒 這個很重要 今天有這麼專業的 馬上開始了 那麼遠道而來的 維他命的空間的創始人 這個店 為什麼要叫這個店 然後維他命開始的時候 這個 為什麼是從當代的 比較年輕世代開始 然後你在這個博客 跟這個 網際網路上面的琢磨 也比別的畫廊多 那你可以不在這個方面 發言 指定 現在